1986年1月28日 当七名太空人微笑着挥手道别 全世界都屏息看着一场人类历史的盛事 太空梭挑战者号 话破天际 观众欢呼掌声雷动 但你知道吗 就在点火后 一团致命的火焰在助推器上悄悄燃烧 升空第73秒 高温气体 瞬间点燃了外燃料香 空中一道清晰的白烟 忽然分裂成不祥的两团 然后爆炸了 这不是科幻电影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痛的73秒 今天我们要深入的 不只是那颗橡胶O形环 而是揭露工程师们在发射前一夜 深思历劫的求救 是如何背一句 我们的职责是准时发射 给无情扼杀 嗨大家好 你今天过得好吗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个超沉重 但你绝对不能不知道的故事 挑战者号太空梭灾难 这个事件啊 很多网路上的说法 都只停留在O形环失效这个技术细节 我觉得这太肤浅了 如果只怪一个橡胶圈 那七条人命的重量 我们根本没有真正承担起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关于梦想压力 以及专业意见是如何被体制碾碎的真实故事 我把所有的文稿资料 还有调查报告全部爬完 发现这场悲剧根本是一场人祸 我们就从那个被全美国寄予厚望的女人开始说起吧 挑战者号的这趟任务 代号STS-51L 它最大的卖点就是机组成员里 有一位平民太空人 高中叫施克里斯塔·麦考利夫 Crysta McAleef 他从一千多名候选老师中脱颖而出 他的任务超浪漫 是要从太空上课给全美国的学生看 你知道吗 当时美国的太空总署NASA 正面临一个很微妙的处境 他们急着想让太空计划更贴近人民 让大家觉得这跟自己有关 所以这个太空教师计划的政治意义和公关价值 简直就是爆表 全美国的学校、家长、媒体 所有人都盯着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尔角发射中心 当我们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种 人类无限可能的乐观气氛里的时候 危险已经在最微小的零件上 悄悄埋下了伏笔 这个伏笔就是那个举世文明的O型环 我们从技术文稿里知道 这东西是固体火箭推进器 SRB接合处的密封圈 它的作用就是要挡住燃烧高达摄氏 2700多度的超高温火焰 火箭启动时 助推器的外壳会稍微膨胀变形 这时候O型环就必须像橡皮筋一样 马上弹回去 塞住缝隙完成密封 关键来了 制造商莫顿地奥科尔公司的工程师们早就发现 这块橡胶对低温超敏感 温度一低 它就变硬失去弹性 过去的发射记录显示 只要温度低于华氏53度 大约摄氏11.6度 O型环就开始出现被烧时的痕迹 发射前一晚 卡纳维尔角的气温急降到零下7.8度 这是一个创历史新低的极度低温 这根本就是让橡胶圈在冰水里泡着 叫它怎么弹得起来 当时的工程师们真的是疾疯了 我的资料里有提到 他们在发射前一夜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 他们把所有过去的数据摊开铁口直断地 跟NASA和自己公司的高层说 我们绝不能在华氏53度以下发射 他们说得非常清楚 这会让O型环失效 可能会失去机组员 这已经不是建议了 这是来自专业最深处的呼喊 结果他们遭到了高层的强力质疑 主管们问他们 你有绝对的数据证明 明天一定会出事吗 工程师们当然说 他们无法做这么极端的测试 结果高层主管们一句话 就把他们的专业否决了 他们说 我们必须展现管理判断 而我们的判断是 发射 听到这里 你不觉得被己发凉吗 这就是我说的体质的傲慢 工程师们的声音 瞬间变得比空气还轻 资料显示 当时一位高阶管理者 曾对工程师们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超经典 超冷血 我们的职责是准时发射 每次都发射 Our job is to launch on time every time 我每次读到这里都忍不住想 不是啊 有没有搞错 这句话根本就是把安全 放在效率和政治任务的后面 尽管工程师们竭力反对 但最终 他们被要求提供证明 可以不发射的数据 而不是提供证明可以发射的数据 罗吉就这样被扭曲了 清晨的发射台 结满了厚厚的冰 罗克维尔的工程师们也超担心 冰块掉落 会伤到隔热瓦 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气温稍微回升到零上两度 管理层终于决定就要发射 他们认为已经拖延够久了 不能再等了 当到暑计时 跑到最后三分钟 最后的技术检查确认 可以发射 我看着那些历史画面 真的觉得很心酸 当他们喊出 三二一点火 的时候 七位太空人是充满信念的 而地面上的一些工程师心里 可能只有一片冰冷的绝望 挑战者号升空了 这是一个充满力量 燃烧着希望的画面 但数据不会 说谎 在太空梭点火升空后 最迟不超过3.375秒 因为极度低温导致橡胶硬化 右侧助推器的O型环瞬间宣告失效 它没有弹起来 它没有密封 就在那不到四秒的时间里 那极高温的燃烧气体找到了缝隙 一开始 它可能只是一团小小的不显眼的黑烟 像一个微不足道的火苗 它在助推器和燃料箱之间 静静地烧食着等待机会 随着太空梭不断加速 冲向云霄 压力也越来越大 从第58秒到64秒 这团被我们忽视的黑烟 已经变成了一团可预期的清晰的孔洞 高温燃烧气体 正是从这个破口喷出 形成了一道清晰可见的火焰 这时候地面上的我们 还在为这场完美的发射鼓掌欢呼 多么讽刺 悲剧就在这一瞬间发生 就在升空后第68秒 机长史高比还收到了控制中心的指令 执行加速命令 他回答 收到加速 天啊 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正在把推力提升到104% 这股巨大的推力 让泄露的火焰像一把超强的割锯 直接烧向了旁边巨大的橘色外燃料箱 外燃料箱里面是大量的液氢和液氧 只要被烧穿 那后果用脚趾投降也知道有多可怕 升空后约72.284秒 右侧固体火箭推进器 末端脱落 高温气体瞬间 造成了外燃料箱的结构失效 然后在73.124秒 液氢罐爆炸 太空梭当时正在以超过1.92马赫的超音速 冲向大气层 当它被爆炸的冲击波撕裂后 失去了结构的完整性 在巨大的气动力拉扯下 整架太空梭在距离地表14.6公里的高空中解体 承载了多少的震惊和绝望 点火后第89秒 地面控制中心 才在荧幕上看到了爆炸的画面 一片沉默 挑战者好的悲剧 之所以冲击力这么强 就是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一个遥远的战场 而是实况直播给全世界看的 当时全美国数百万人 包括许多在学校里看着自己老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升空的学生 全程目睹了爆炸解体的过程 那种欢呼瞬间变成哀痛的极境 画面感强烈到不行 这种集体的创伤记忆 让这起事故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伤口 事故后 美国成立了罗杰斯委员会进行调查 他们请来了一位超神的人物 诺贝尔物理学讲得主 理查费曼 直接在公开听证会上 用一个超简单的方式 向全世界展示了灾难的真相 他拿了一块O型环的橡胶 把它放进冰水里 泡了一段时间 然后拿出来用一个夹子夹住它 松开 结果橡胶完全没有弹回来 这个简单的实验 瞬间击穿了所有复杂的技术术语和管理辩护 费曼用行动告诉所有人 原因就这么简单 把这个简单的物理学事实 变成了一场集体的视而不见 它证明了工程师们的担心完全正确 这场调查不只修复了O型环 更是试图修复一个已经腐败的组织文化 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在体制面前说出真相 是需要道德勇气和承担牺牲的 我们多少次在会议上 因为不想得罪人 不想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 就选择了沉默 在工作上看到的那个小问题 如果放着不处理 它会不会成为你人生中的O型环 在某个关键时刻要了你的命 我们必须学会 勇敢为专业知识和内心的良知 打声说话 虽然悲剧震撼了世界 但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七位勇者身上 挑战者号的陈祖舱后来被发现 虽然因撞击海面而严重损坏 但调查人员判断陈祖舱在爆炸后 很可能仍保持完整 部分太空人在坠落过程中可能还活着 甚至试图手动启动紧急供养 但最终因为高速撞击海面而罹难 这听起来真的很让人心痛 总统雷根当时发表了全国演说 用最沉痛的语气悼念他们 他说太空探索是值得的 他们是勇者 我们将会不会忘记他们 甚至是这一天我们看到他们 他们准备了他们的旅程 然后召喚了再见 然后断了地球的缘缘 来触碰到神的眼睛 总统雷根在《道辞》里 引用了一句超棒的话 来形容这些太空人 他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也不会忘记我们金城 最后见到他们时的样子 他们正准备启程 向我们挥手道别 他们已经脱离了大地执拗的束缚 亲近了天父上帝慈爱的容颜 这句话真的很优美 他把一场工程灾难 升华成了人类对未知探索的不朽精神 但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 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 就是永远记住那些错误 挑战者号的故事 不只是太空时 更是我们所有人的警示录 他提醒我 当我面对压力 面对时辰时 永远要记得在内心留一个身影 安全第一 专业至上 一个小小的O型环 在人为的傲慢下 可以摧毁一个国家 最引以为傲的梦想 关于今天聊到的话题 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故事或想法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 鼓励 订阅 支持我分享影片 让大家都能看到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一样的老话一句 希望大家一切顺心 我是Jack学长 我们下期见 拜拜